剛剛的這個公式 其實主要就是先做LEN 就是算說要補幾個0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所以這個是step1 要補幾個0 用3去減 然後第二個step的話就是 從REPT 這個地方就是要補幾個0 補一個0 因為3減掉這邊剛剛有兩個字 所以補完之後就一個0 然後REPT就重複幾個0的意思 所以他就幫你補一個0 但是我的結果要084 所以後面再串一個 所以這個是step2 step3就是再補一個AND 這個所謂的AND 就是串接的意思 也就是把0跟84 串在一起 那兩個串一起就變084 所以得到的結果 你打勾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結果 打勾就輸入公式 輸入 OK 他就得到84的結果 另外的話 各位可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這個資料 他得到的結果 會是在儲存格 你沒關係格這麼多 這麼大一個 他有個現象 他為什麼要靠左邊對齊 他為什麼不靠右邊對齊 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資料 如果靠左邊對齊的話 那你就要一個敏銳度 如果你靠左邊對齊的話 那這個資料裡面放的形態 一定是個文字 OK 如果你靠右邊對齊的話 那他就是個數字 你可能要一個敏銳度 所以有的資料 奇怪 莫名其妙會靠左 雖然他看起來是數字 但實際上 在eSale裡面 他的認知 就不是一個數字 這個可能會產生錯誤 也許你們要待著 不過也可以理解 因為 數字裡面沒有零開頭的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零開頭 那一定是文字 好 那所以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最後的結果給做出來 那最後結果做出來的話 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當然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把這個公式 直接再串接到後面去 那要不的話就是從哪一遍 那我個人的習慣是 我可以先 我先完成 因為我有084跟007嘛 那幾個方法你可以怎麼 油標先放在14上面 然後加一個等於 等於的話意思就是開頭 所以通常 你要打一個公式的開頭 一定是等號 等於什麼呢 我要等於09 因為09開頭 因為這邊沒有09 所以你就打一個09 你不能直接打09 一定要前雙引號09 因為我要加的一定是什麼 一個文字 然後呢 當你還沒打完 你可以打勾 打勾的話 他會輸入一個09 不過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他09 他就把09這個文字放在這邊 後面要加11 所以你可以再點上面字在那邊 AND 串接 再幫我把11補在後面 所以你AND 這個 OK 打個勾 0911有了 然後再一個減號 所以減號的話再AND AND 一個什麼呢 減號特別注意 也是個文字 所以前雙引號再一個減 後雙引號 OK 然後再打勾 有沒有 0911減 接下來的話呢 就084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084 放在這後面的話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AND 直接指向這個I4的儲存格 有沒有 他就把084幫你把它放在這邊 打個勾 然後後面如果有007怎麼辦 一樣 再一個AND AND一個什麼 減號 有沒有 然後再AND 一個 J4的儲存格 有沒有 打個勾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特別注意 這個向下填滿是點 快點兩下 這個叫做 填滿的空點 這個叫空點 OK 這個空點很厲害 我發現有同學不會用耶 OK 這個空點意思是說 你幫我把上方 目前這個公式向下填滿 那填滿呢 它會自動幫你做幾件事情 你快速點兩下 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公式裡面 只要是儲存格 比如F4 I4 J4 自動幫你把4變成5 有沒有 就變F5 I5 J5 自動幫你填滿下來 那這樣不就馬上OK了 不過 這邊會有一個問題產生 你說老師 那旁邊這邊有I跟J 那怎麼辦呢 我如果不想看到有點怪怪的 就是我明明我只是需要手機號碼 那旁邊又多一個什麼 補鈴之後的那個區碼跟末碼 那幾個方法呢 要不然你如果不想看到的話 又不想改公式按右鍵嗎 把它隱藏起來 這樣就沒事了 有沒有 可是喔 如果你是那種比較吹毛求疵 你說老師不行 我還是覺得它有東西在 感覺有點盲齒 就是雖然說它已經隱藏 但是我還是不想看到它的話 不過特別注意 你不要沒事 你把I跟J delete掉 因為如果 delete掉會怎麼樣 它變前面這種狀態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們是來自於I跟J 你把它delete掉 沒有了 所以喔 如果假設啦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可以的話應該是 把I這邊的公式 直接就放在它這個I4的位置 有沒有 就串 但是會有點難度喔 變公式會融長 但是你掌握一個要訣就可以了 就是I4這個位置 你可以把這裡面的公式貼到I4的位置 其實它也可以OK了 只是說你可能要小心 小心 就是貼的時候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把這個公式 直接從這邊不包含等號有沒有 把它複製 因為等號呢 在剛剛公式前面已經有了 所以不需要 你把它複製 如果你假設你是 比較 吹鳥求吃的 你就是希望 不要那個東西 我直接把公式貼過去的話 那我就複製它 然後再取消喔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取消 再點你會發現它會 會亂掉 它好像會直接把這個公式帶過來 它變這樣 所以記得按取消一下 就是把它選起來 不包含等號 複製有沒有 再按取消 好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呢 就是再點這個公式喔 直接把它貼到它 I4這個儲存格位置的地方 把它貼上 那貼上之後呢 理論上應該是ok了 因為它得到 這個得到的結果 也是084 跟剛剛儲存格的位置 會是一樣的結果 好 那貼上之後呢 接下來就打個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你一樣嘛 把它向下填滿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把I4這一欄 刪掉的話 按delize好了 選取 然後按delize 你會發現 沒事耶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把追delize掉呢 那還是有事 怎麼辦 一樣的道理 你就把這個公式裡面的這個追式 有沒有 換成這個公式貼過來就可以 不過啦 你會發現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直接像我剛剛複製貼過來 另外一個 直接拿剛剛這個rept到G4這個公式 有沒有 其實你直接可以拿什麼 拿這個公式 直接貼上去 然後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改哪個地方呢 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們如果仔細看 我先取消一下 這個裡面的話它是什麼 H4 那其實跟剛剛那個公式 差別只是說一個是取這個嘛 一個是取這個 所以你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乾脆直接拿剛剛這個有沒有 repeat這個G4到M的G4 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I4的位置 貼上 然後把這個G 改成H就好了 G呢 改成H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打個勾看看 然後再一樣向下填滿 記得喔 如果你沒有填滿 它下面都沒變 你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它就 上下全部填滿了 再把這個把它刪掉就OK了 所以喔 這個公式喔 最後final的結果 就是長這個樣子 你就可以把I跟J 所以這兩欄的資料 滴滴滴滴 也沒有影響 OK好 不過公式是稍稍容長了一些啦 但是這麼長的公式喔 絕對不是一次就做完了 所以未來啦 其實你要解決問題 至少你要會 怎麼快速的找到那個問題 應該用哪一個 可能有時候不是只有一個函數喔 像這邊至少用了兩個函數 可是未來可能有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更多個都有可能 那你要怎麼樣把很多函數的結果 把它串接成一個公式 那這個就是 函數的一個使用重點啦 OK喔 所以如果啦 假設你這個方式 你不會用 你說真的你會用 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 頂多你會C-C-V而已 好OK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這個 先試試看好不好 那我重點回顧一下啦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 等於09有沒有 AND AND什麼 ANDF4 ANDF4 打個勾 然後面的話呢 再來AND-符號 這一串如果很長 假設你怕會寫錯的話 這一串一個字都不能錯 少一個都不行 另外呢 你雲端白板上面有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擔心會寫錯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邊就有一個一模一樣的答案 它的頁數會在第三頁 所以將來我會 跟各位講雲端上面的第幾頁啦 有沒有這邊 第一個單元裡面 其實總共有19頁嘛 那你就這個拉桿往下拉 它就跳到第三頁 那第三頁就有剛剛這個 我打一模一樣的公式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看一下啦 不過最好的方 將來完全不用看 你可以打出來完全正確 那表示說呢 你是真的會的 OK 試試看 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部分 或者是說呢 你說老師 那我想要看連續動 沒關係 我也把它錄影下來 到時候會貼到Moodle裡面 你就是 也許你自己看影片暫停也可以啦 試試看